镜头转回国内来看到在花莲市出现了一群专检电缆变卖的窃盗集团 这主贤是相当的狡猾不断变换着假车牌试图想来躲避这个警方的查气 尽管说换了车牌但仍然逃不过远景的法眼 警方是利用车辆后视镜的破裂痕迹扩大范围追捕 最后火速将人逮捕归案 一台白色轿车停在工程车前方驾驶下车往工程车方向走去 过没多久手上就拿了一捆电缆 原来花莲出现一群专检电缆变卖而且锁定工程货车的窃盗集团 25岁的主贤张姓男子在8号凌晨3点多 先到中正路偷完电缆后半小时后又在成功街发现一辆工程货车再度下手行窃 总共得手市价约5万元的电缆线10捆卖后得手24000 集团成员相当狡猾虽然驾驶同一款车型 但是车牌却是不断的变换来躲避警方查气 但嫌犯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车上的后视镜出卖了他 远警发现车辆后视镜有破损扩大范围 循现追查同款车型 而且有破碎痕迹的车辆 顺利破货并从车上搜出8张改造车牌 对啊 那是一样的吗 我怎么会有这种牌 张姓男子公称假车牌是自己做的 但警方怀疑这幕后可能还有集团同伙将持续追查 专案小组依照线索火速破案 局长也亲自赶到派出所颁发慰问金 勤勉同仁继续守护花莲治安 记者洪小璇徐立琴华联报道